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隆右方向也有一支军队在蓝坑屯田 诸葛亮派使臣到东吴 与孙权约定同时攻卫 纵观诸葛亮数次北伐 夺取隆右是他一贯目标 而夺取隆右 关键点不是消灭隆右各城守军 而是切断关中通往隆右的道路 使魏国援军无法支援 这样用不了多久 隆右就会民心动摇 2月 诸葛亮率十万大军 从汉中出发 踏上了第五次北伐之路 此次北伐 诸葛亮选择了包邪道 进攻眉线 眉线处于关中平原中部 向东可以进攻长安 向西可以控制陈仓 雍线 一举阻断关拢之间交通 蓝坑屯田的大军 就可以采用威慑与劝降的方式 蚕食魏国拢右各军 面对纪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 魏军主帅司马懿在前一年的冬天就判明了敌军的进攻方向 关拢魏军也开始集结于渭河北岸 拢右地区大约也是十万左右兵力 但是这些兵力还需要在长安 陈仓 拢右 雍州布置防守 此时大将军司马懿手中兵力大约在七万左右 这三年里 司马懿已经消化了雍粮兵马 手下的将领也全部更换成自己嫡系 四月 汉军从邪谷口走出 沿武宫水北上 在渭水南岸的武藏园扎下引战 武藏园南靠秦岭 北陵渭水 三面凌空 两面环水的天然高地 平均高度约130米 地势险要 视野极好 顶部又较为平缓 武藏园东距长安约130公里 西距陈仓50多公里 北距笼道紧数公里 各手交通要冲 一手南攻 当季汉军走出邪谷口时 魏军已经在梅县集结完毕 司马懿召开战前会议 众将认为要依托梅县防御季汉进攻 但是司马懿担心季汉依托渭水设防 主力迅速向东进攻长安 这样司马懿就必须跟着调往长安 被诸葛亮牵着鼻子走 于是决定率主力渡过渭河 在渭南背水扎营 司马懿再次聚集重将商议 雍州刺史郭怀认为 诸葛亮下一步必定会取姬石园 占据姬石园就会切断关中通往隆悠的道路 如果纪汉断拢成功 魏国在隆悠的统治就会被动摇 司马懿当即采大 派无尊 郭怀率军赶往阳碎 魏军到后 还没有建好营地 大批纪汉军就渡河而来 魏军依托有力地形 击退了纪汉军的进攻 之后 纪汉军用声东击西的办法 大军白天向西转移 夜里突然回到东面袭击阳碎 这招也被郭怀识破 无功而返 至此 既汉军断拢的战略失败了 蓝坑方向的大军 就只能继续屯田等待时机 司马懿稳住阵脚后 吸取了鲁城之败的教训 挥缩不出 在僵持对峙的形势下 诸葛亮开始在卫兵的居民之间屯田 生产粮食 诸葛亮认为 普天之下 莫非汉民 只是汉士衰微 使百姓溃于虎狼之口 因此 军纪严明 士兵夹杂在当地居民中耕作 秋毫无范 百姓安居乐业 继汉军一边生产 一边找机会进攻司马懿 在这段时间内 卫蜀两军爆发了数次小规模战斗 诸葛亮曾派虎步间梦衍驻攻水东 适逢水长 阻断了诸葛亮和梦衍的联系 司马懿趁机出兵进攻梦衍 诸葛亮一方面派工兵驾桥 一方面派女兵向司马懿的部队射箭 司马懿看到桥块架好 只好撤退了 司马懿也曾派出军队 偷袭继汉军后方梁道 斩五百余首级 强者六百余 但是继汉军防守严密 卫军难以取得更大战果 诸葛亮多次派人挑战 司马懿军始终坚守不出 诸葛亮故意让人带一套女人的衣服 送给司马懿 表示司马懿就像女人一样 想要利用激将法 激怒司马懿出军 来进攻自己布置好的阵势 司马懿只要龟缩不出 就是大功一箭 而那些带兵的将领 他们必须要通过杀敌立功 才能获得赏赐 魏军将领都火冒三丈 纷纷要求出战 为了搪塞将领们的要求 司马懿假意上表给魏明帝请战 曹锐便派魏魏心脾为军师 到前线截至司马懿 心脾迟节来到军中 司马懿顿时上蹿下跳的 要去找诸葛亮决战 一选前耻 司马懿屡次请求出兵 都被心脾言辞拒绝 有一次 诸葛亮派出的使者到魏影 司马懿问 诸葛亮饮食起居怎么样 吃多少饭 使节回答 三四声明 司马懿接着问诸葛亮 处理正式的情况 属使说 凡是该处罚二十版以上的公文 他都亲自审议 接见以后 司马懿随即对手下人说 诸葛亮吃得那么少 而工作量又那么繁重 肯定活不久了 从四月到七月 近百天的时间 司马懿和诸葛亮 都在原地对峙 他们或许都在等 东吴与曹卫大战的消息 决定下一步的具体战略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点赞支持哦